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我正在追看一只飞过空中的鹰 听到从远处灌木丛里传来吵闹声 我走近些 发现是一个老妇人在和一个警察争执 老妇人面色苍白 满脸皱纹 如干瘪的黄瓜 她那病猫一样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破布裹着她瘦小发抖的身体 她的牙都掉光了 说的什么含含糊糊 但她不断打着手势 使我终于明白她在讲什么 可怜可怜我这老婆子 长官 跟您说实话 我真的一点不在乎您带我走 盼死刑也没事 我倒想坐牢呢 跟牢里待着 无忧无虑 每天还能吃上饭 我只求能吃饱了 死也踏实 像我这样的老太婆早晚得饿死 还怕坐牢处死不成 长官 我不傻 我有脑子 用不着大惊小怪 你带走我 我真乐了 可我儿媳妇病在床上 可怜的女人 两个星期都快烧死了 没钱看病买药 连吃的都没有 他只想为孩子也得硬撑着 不能死 而我得照顾他 您听见了吗 长官 他停下来 警察说 道官犯法 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 可我们要是饿死了 罚也救不了我们 世上哪有这失联 我男人多老实呀 从没犯过罚 饿死了 我儿子那么孝顺 卖苦力振的那点钱 要养活一家五口 自己吃不饱 也死了 我要是规规矩矩 不偷点拿点也早就死了 法帮不了人的忙 要他有什么用 哦 我刚才说哪儿了 对 可怜我这穷老太婆 一家五口 全在您手里 您要让我走 她们还有活头 我把儿媳妇照顾好了 她还能挣钱养孩子 那时 我踏踏实实地去坐牢 发发自卑 救救我们 长官 警察顿了一会儿 说 你也太狠了 来偷死人的头发 您说我狠 那可不公平 老夫人尖笑着 那笑声像冬夜里乌鸦发出的叫声 我才不狠呢 您是没到过我们又穷又破的家 您要是听了我儿媳妇病得直A哟 孩子们饿得直哭 就不会这么说了 女人死了 头发再好也没用 没人理会她长得什么样 保不齐她还乐得让我拿她头发里 她还能帮五个大活人多传几天气 我看她不愿为了头发让您把我逮走 我忙着呢 警察说 没工夫替你闲扯 我只知道你犯了法 上次让我逮你走 我也没辙 跟我走吧 老太太 多说也没用 我够留面子的了 都不捆你 我看你还是跟我走 别找麻烦 我要是走了 生病的儿媳妇和孩子谁来管哟 老夫人浑身发抖 连布都迈不开了 警察冲她喊道 我再说一遍 跟我走 你要是赖着不走 我就把你捆着拖到街上 老夫人呜咽着 又说了什么 我听不清 我很难过 又帮不上忙 眼里饮满了泪水 她硬撑着想走 但突然摔倒了 她绝望了 走 你个没良心的 她尖叫着 走 我才不怕坐牢呢 我把墓地上发生的事跟妈说了 她很同情那个老夫人 那天下午 妈去看了那老夫人生病的儿媳 回来时 显得很悲伤 张妈 快来 赶紧拿钱去请个医生给她看看 她病得很厉害 妈摘下一对玉耳环交给张妈 拿到当铺去 把钱给那可怜的女人 也许能帮她一点 我记得半夜醒来时 张妈和妈坐在一起 显得特别难过 张妈 那女人怎么样 我问 死了 孩子呢 小点的先死了 两个大的明天送孤儿院 现在邻居照顾他们 张妈说 今天晚上你妈做了件大好事 我给她钱时 她笑了笑 她说不出话 打了个手势 指着大孩子说 呃 然后点了点头 就静静地死去了 我真担心她连棺材都没有 妈擦了把眼泪 我也担心没棺材 张妈说 可我见邻居一位老太太 带了些吃的和钱来 我想埋她没什么问题 就离开了 妈对张妈像带一位老朋友 他们经常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我担心 张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别有哪个缺德的把这事告诉老爷 王妈在门口看见我了 她让我们小心点 说六太太已经怪我们了 她说我们存心想把那女人的病传到家来 还担心她儿子会染伤 小时 妈说 从现在起 不许你再去坟地 开学前 待在家里读书 画画 梦了就看看架子上的书 我没说话 也不敢看妈的脸 她一定很伤心 声音都在发颤 我开始意识到 世界上有些东西 比死亡更可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